在美國,奔直法尼亞洲 兩個美國的遠山人士 在1977年 他們遠山走到一個洞穴附近 發現了一具冰凍的屍體 這具屍體沒有指紋 在這50年來 一直以來他的身份都是一個謎團 成為了沿岸 直到50年後 終於揭開他的身世之謎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卡卡莉大麥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PSnews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幫幫忙 先讚好、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通知鈴鐺 一有新片或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你們每一份支持力量 都可以令我們的頻道做得更好 多謝大家 而這一切要說回頭 在1977年時 美國有兩個行山客 在奔直法尼亞洲 Appalachian Trail的小徑 行山 當他們走到一個叫The Pitical的地方 他們在附近的一個洞穴裡 發現了一具冰凍的屍體 美國當局對屍體進行調查 採集他的指紋等等 只能夠確認 他是一名25歲至35歲之間的男性 有藍眼睛 紅色的捲曲長髮等等 而他的死因是吸毒過量自殺 美國當局又說說 在漫長的歲月裡 這具屍體的指紋已經不見了 而案中的其他線索質量也太差 沒有辦法辨別屍體的身份 正正就是找不到這名神秘死者的身份 所以大家都叫他The Pitical Man 直到最近 驗屍官George Holmes 表示 有一名警察找到當初遺失的指紋 可以幫到神秘死者的身份 並且解開當地的一大謎團 但他亦說案件仍然有疑問 例如是為何他要在山洞裡呢? 驗屍官George 他在2009年時知道The Pitical Man的存在 他看回他的指紋副本和牙科紀錄 將遺體的特徵和失蹤者進行比對 但一直以來都徒勞無功 直到2024年8月 賓夕法尼亞州警局一名警察 努力不斷找檔案 找到1977年 詩檢時採集的原始指紋 但這些指紋一早被認為已遺失 能在50年後找回這些指紋 實在振奮人心 他立即把指紋送到聯邦調查局的專家進行分析 他說分析師在53分鐘內就拿到結果了 他們發現一位疑似The Pitical Man的親戚 而這名親戚確認了The Pitical Man的身份 很可惜的是他的直系親屬 全部都已經不在人世 神秘死者的真實身份 Nicolas Paul Grapp 原本的他是一名陸軍國民警衛隊成員 他的家人叫他Nickey 他在1971年獲得光榮退伍 儘管他的直系家屬 家人已經全部都不在 但他的親戚也覺得非常感謝 感謝一群警員或法醫官 為了認證他的身份而所做的所有努力 Nicolas Paul Grapp 死亡時27歲 他終於可以入土為安 喜歡影片的話歡迎大家讚好 訂閱、分享、開謎通知 鈴鐺 我們一有新片和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多謝大家收聽、收睇PS News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